人都有一死 早死晚死 也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只是她怜悯太后 到临死之时 亦不是百般如愿 傅明华哭得 不是十分悲切 但她是真心在为太后 而感到难受 不是为了郑太后的死 只是想起郑太后这一生 父母家人与丈夫儿女 终究不得两全 宣辉殿里 正召集杜玄征等 商议西京大士的家安帝 听到宫里传来的钟声 顿时失态地站起身来 她手中握着的茶杯 哐当一声落到了地上 茶水泼洒了一地 黄一星吓得心头一紧 自然也听出了 钟声数量的古怪 黄一星喉尖滚动 已经猜出 怕是太后去了 此时 看着家安帝瞬间惨白的脸 却不敢说出话来 欣喜是哪个刁奴 黄一星小声地开口 家安帝只觉得眼前发黑 耳中传来嗡嗡的鸣响 身体摇晃了两下 却是死死咬了一口舌尖 剧痛之下 清醒过来 她举起手 指住了黄一星正在说的话 跑下面面相去的杜玄珍等人 便往紫兰殿赶 大家 大家 老奴去令人准备不拧 家安帝跑得飞快 一向稳重肃穆的皇帝 此时如同一个失态的孩子一般 黄一星跟在后头 跑得气喘吁吁的 身后成绩几人也在往回追赶 半路 遇到了紫兰殿里 得了傅明华命令 前来报信的内侍 当听到内侍哭着声音说 太后已轰时 家安帝瞬间 捂着胸口倒在一侧狼木台上 将黄一星惊得是魂飞天外 大家 大家 您且缓缓 家安帝笑了两声 死死攥紧了胸口的衣裳 低声道 无尽去世也不换我吗 竟不想见我吗 这位君临天下的帝王 在黄一星心里 冷漠而尊贵 心智强悍地 仿佛无惧于任何风雨的皇帝 此时笑得 却比哭更难堪 他威严而尊贵不凡 这会儿却闭着眼睛 下巴紧绷 胡须微颤 大家 您要保重龙体呀 黄一星有些担忧地放低了声音 家安帝闭着眼睛 脸色苍白 黄一星也不知道 自己说的话 家安帝究竟听没有听见 下一刻 皇帝的神情渐渐恢复了平静 他就如一波曾被搅动的骨颈 将那余波压在了心底深处 静下来后 依旧是那样深不可测 除了那仍没有血色消瘦的双颊 他几乎已经看不出之前的失态 这位帝王的资质能力 实在是极为强悍 哪怕是此时母亲的去世 这样巨大的悲痛 也被他硬生生地封存了起来 此时 紫兰殿中何人在呀 他站直了身体 又成为了之前运筹帷幄的君王 他缓缓开口问 世人毕恭毕敬低头 是秦王妃在 家安帝点点头 他的脚步开始还有些迟疑 渐渐便稳当了起来 他来到紫兰殿时 太后已经梳洗完了 原本该为他口中放入诸欲 只是这些东西是温馨在为他准备 而温馨去徐燕迹 至今仍未回来 皇上 家安帝的到来 使得一干世人宫女跪了下去 外间 他一属的人跪了一地 太常四卿与少卿 也得到了消息 在赶来待命的途中 傅明华向家安帝回报着 自己之前所做的事 家安帝这才看了他一眼 点了点头 他两个字仿佛是从牙缝间挤出来一般 随即向暂时安歇停放在殿中的太后 走了过去 很好 他这两个字仿佛是从牙缝间挤出来一般 随即向暂时安歇停放在殿中的太后走了过去 太后换了衣裳 脸上已经盖了怕 一动不动 仿佛只是睡着了 母亲 家安帝伸出手来 嘴唇颤了又颤 伸手去替太后 复那完好的长发 母亲 他唤了两声 似是叹息 又似是遗憾 宫中一片死寂 傅明华眼角余光 看到皇帝紧绷的下颌 以及威红的眼 作为君王 他在此时表现得自质而又内敛 没有悲痛欲绝 却依稀让人唏嘘感叹 外间传来哭嚎声 荣妃悲声的痛哭 在他人海未到时 便传进了殿中来 家安帝转过头 那一瞬间 神情灵力非常 眼中带着尚未完全压下去的锋芒 傅明华背着眼神射住 后背寒毛倒立 本能低下头来 心脏一缩 随即跳得很快 皇帝那一刻泄露出来的杀意 使他本能地犯出 这会儿 家安帝的眼神 使他想起了 当日荣妃的城乡殿里 荣三娘去世之时 皇帝看她时的那一眼 给她的压力 可此时 皇帝看的不是她 而且 当时的眼神与此时相比 那种压力 又哪及得上此时的一半呢 不过当时 是有烟锥挺身而出 挡在了她的面前 可如今 烟锥却远在幽州 却没有人 再为她阻挡 重重如泰山的压顶之位 她伸手抚着肚子 感受着微微显怀的小腹 那里有两人的骨血 仿佛是在给她带来无尽的心安 她稍稍平静了一些 挤背挺的笔直 转头就听见外头 荣妃与崔贵妃前后脚的进来 荣妃哭得梨花待雨 双眼通红 连拆发都散乱了 相较之下 嘉恩帝克制而内敛 先前 在这殿中的傅明华 只是眼圈稍许 有些红罢了 太后娘娘 怎么这样突然啊 荣妃拿了帕子无眼 泪水便流得更急 崔贵妃听了她这话 心中冷笑 她这番信心作态 在此之前 紫兰殿是怎么回事 温馨呢 荣妃大声责问 殿内工人跪了一地 瑟瑟发抖 为何太后去世 铁石事后的温馨却不在 太后前些日子 仍是好端端的 怎么今日就这样不巧 秦王妃一进宫 太后便 闭嘴 荣妃话未说完 嘉恩帝便轻轻地 呵斥了一声 她没有急眼力色 但是哪怕态度温和 仍是让荣妃吓了一跳 喃喃道 皇上 嘉恩帝没有理她 荣妃便当 妾觉得 太后去世 实在太过蹊跷 温馨不在 须得彻查才是 说了 让你闭嘴 嘉恩帝淡淡说了一声 话里已经透出警告之色 荣妃面色一白 银牙紧咬 果然就不敢再出声了 皇帝将太后脸上 蒙的帕子揭开 一旁工人 仰垂着头 不敢上前 她捏住太后的下颗 兴许是 人已经去了一阵 那下颗并不太好捏开 嘉恩帝也是费了一番力 才哆嗦着 拉扯自己腰间挂着的紧带 只是 她的手抖得厉害 扯了两下也未扯下来 皇一兴想要上前帮忙 她想也不想 便提了脚 往黄一兴胸口踹去 忍住喉间的可以 轻贺一声 滚 黄一兴爬起身来 跪在地上不敢起身 皇帝颤微微扯下袋子 到处里面装得一块 温润如羊枝般的美玉 她卧在掌心 高鹤打水过来 黄一兴看到那玉 瞳孔一缩 宫人忙端了水盆进来 将安帝亲自尽了手 又洗过玉 将玉仔细擦干了 才放入太后嘴中 您说 此乃郑家当年家传宝玉 我出生之日 您所赠送 盼我平安的 属尽归还于您 她声音极小 殿中无人敢出声打断 哪怕就是之前哭哭啼啼的荣妃 此时也压低了声音 不敢说话 崔贵妃朝傅明华走了过来 握了握她的手 无声地安慰她 此时 外头温馨与九皇子才姗姗来迟 燕记进了殿 神情有些慌张 看到停放在殿中的太后时 她突然哇的一声就放声大哭 闭嘴 家安帝轻声呵斥 却与之前呵斥荣妃时相较 少了几分凌厉的气息 燕记这个天不怕地不怕 不知畏惧为何物的少年 此时再一次展现了她过人的性格 在家安帝勒令她闭嘴时 她竟然抹着泪 凶狠地与家安帝对寒 我不 崔贵妃的心一下子便提了起来 傅明华一见不好 正要开口 燕记却大声地哭 我要祖母醒过来 我要祖母醒过来 祖母瞧见我 一定很开心的 我要祖母 我要祖母 家安帝朝太后冲去 崔贵妃吓得是面无人色 忙要伸手过来拽住儿子 就怕她在这个节骨眼上 触了家安帝的不快 可傅明华却一把将她拉住 崔贵妃有些不敢置信 她没想到傅明华会做出 这样的举动来 兴许是太过吃惊 她竟然忘了挣扎 任由傅明华将她抱住 下一刻 崔贵妃脸色惨白 看着燕记冲向太后 却被家安帝给推开 燕记如出声牛犊 并不怕虎 一次被推开 又要朝太后冲 却又被家安帝给推了 她脸上露出狠色 拼命朝太后撞去 崔贵妃张了张嘴 喊不出声来 一旁 荣贵妃嘴角勾了勾 随即又被她忍了下去 只是眼中的幸灾乐祸 却怎么也掩饰不住 燕记大哭 家安帝推了儿子几把 崔贵妃心痛如脚 皇帝下一刻 却再次将冲来的儿子 揽入怀中紧紧抱住 我要祖母 我要祖母 祖母去了 你不要吵她 我要她起来 我也想她起来 我想她最想看到的 不是吉尔这样子 祖母这一生 经历了许多的事 近来病得不太安稳 已经很是疲累了 你乖一些 皇帝抱着儿子温生的安抚 荣妃原本眼中的得意之色 一下子便僵住 崔贵妃愣了一愣 看了傅明华一眼 眼中的泪水几乎要溢出来 之前是惊慌 此时则是说不出来的滋味 燕记一声一声地换祖母 抱着家地哭得生死历劫 后进来的温馨看着这一幕 眼泪止不住地流 太后想看到燕记 可是她已经等不及了 她若得知 自己一手带大的娃娃 如今这样伤心欲绝 不知又该有多心疼呢 王妃庆随奴必来 她强打了精神 冲赴明华扶了一领 荣妃目光闪烁 冷笑连连 崔贵妃愣了一下 也跟着傅明华走了两步 看温馨在交代工人 不由便问 温馨寻你 可是有太后的话 要对你交代 傅明华想了想 也与崔贵妃猜测得差不多 便将太后临终之前 交代自己的话 说了出来 太后放心不下酒地 临行之时 叮嘱我要多照看她一些 将来婚时 只盼她一生平安 她一句话 说得崔贵妃的眼泪 都要流下来了 她以往与太后并不亲近 却感念太后保护 养大了自己的儿子 此时 也不免 为才将去世的太后而悲叹 我 她只是张了张嘴 又说不出话来 崔贵妃转头 看了一眼烟迹那边 家帝紧紧抱着她 借着儿子的哭嚎 宣泄自己内心的痛苦 我还从未见过 皇上与哪个皇子 如此亲近的 之前 多亏你拦着我了 就连燕姓得宠的幼时 也没有被家帝拥在怀中的 崔贵妃这样聪明 之前不过是关心则乱 如今回过神 自然是明白 傅明华为何要拦着她的 傅明华看到了 家帝隐于平静之下的波澜 若任由燕姬顶撞皇帝后 崔贵妃还要阻拦她上前 怕是皇帝 心中会记恨燕姬行事莽撞 可若燕姬真性情地 哭痛太后的离世 家帝当时的不快 必会因为燕姬对太后的 坦率而真挚的祖孙之情 而渐有所感 那火气 便一而载 载而衰 衰而截 元娘 你真的很好 崔贵妃握了傅明华的手 看着温馨那头 说得差不多了 便替傅明华 理了礼仪金 才侧身让开 温馨凑了过来 贵妃娘娘 可是与您说完话了 这宫里的人 个个都如人精一般 他之前便是故意留出时间 让傅明华有功夫 与催贵妃说话的 傅明华点了点头 也领温馨这个情 催贵妃就厚了 温馨一听她如此说 便连忙测开了身 命要折煞奴婢 心碎奴婢来 她领着傅明华 进了后侧偏殿之中 此时的紫兰殿 明明人来人往 可傅明华却觉得 殿中有一股 输不出的冷静 这里曾是太后 住了十几年的宫殿 在这里的一桌一椅 都已经失去了 他们的原本的主人 温馨招了手 换工人进来 送了一套宿服前来 看样子 似是早就准备好的 太后遭有预感 这些东西 是早早备下的 温馨的眼泪 在眼眶中滚动 明华有身孕 来回亲王府 也不方便 奴婢侍候着您换上 傅明华点了点头 任温馨服侍 太后临终之前 将宫中她名下 所得之物 一分为五 傅明华不知为何 就想起了之前 太后所说 眼中不由更加烫热 她垂下眼眸 目光里闪烁着 晶莹的光泽 温馨神情温和 又欣慰地望着她看 眼圈通红 您如今这样 也不枉太后 念着您一回 傅明华一来 便为太后 镜面擦手 动作仔细 没有敷衍 不是应付 相较于 容非一来 便淒淒地痛哭 却全无真心 倒是温馨能从 傅明华身上 感受到真切的 哀痛之意 太后早年出身 龙溪正式 出嫁前 如掌上明珠一般 陪家封厚 先帝定国之后 又为太后 添了不少私房 五分之中 皇上 只是留几样念想罢了 长公主的东西 也只是一些 昔日旧物 太后说了 长公主已经出嫁 给了她 也只是 如送了旁人们 还不如 多留些给您 她说完这话 语气又有些哽咽 仿佛想起了太后 当时分派东西 时的情景 一时间 雨不成雕 好半赏 才咬了咬牙 接着又到 最主要的东西 分为两份 一份给您 一份 则是留给九皇子 太后说了 都交给您 放着 将来 九皇子成婚后 您再转交给他 也是一样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